即时新闻综合报道,诺贝尔和平讲本月初颁给非政府组织国际废除核武运动,Icon表彰该组织致力废除核武的努力,但有媒体爆料诺贝尔基金会可能和军火核武公司有资金往来。 诺贝尔基金会27日宣布,该组织不会再接受军火制造商的投资,也会暂停投资这类生产核武的公司。 据外电报道,诺贝尔基金会遭挪威环境组织手握未来,The future in our hands,Framter and Iford Hander,本月初爆料质疑,该基金会可能投资军火与核武制造公司,这代表诺贝尔基金会可能曾投资以下类似公司。 空中巴士,欧洲最大军火供应制造商,波音,全球第二大国防承包商,赛峰,法国航太与军事设备制造商,霍诺斯罗普,冰效金特兰滚四大军工生产厂商。 对于手握未来组组织的质疑,诺贝尔基金会董事拉尔斯·辛互耿·奥斯·哈肯斯特兰回应,我们今年3月以为基金会运作制定更严格道德准则,也已停止投资任何与核武有关的任何组织或间接资助核武生产商。 海肯斯坦并预计将以12个月的时间调整,退出投资这些军火公司的资金。 诺贝尔基金会位位于瑞典斯德哥尔摩的私人机构,负责管理由创始人煎炸药发明者阿尔弗雷德·Z·贝尔·Alfred Nobel一振的资金。 今年诺贝尔基金会颁发的各项资金总计高达100万瑞典克朗,约新台币3250万元。